咱们前面呢 讲了这个导数的概念 以及它的各种各样的计算 那我们接着看一下这个高阶导数 那这个高阶导数呢 是可导函数的这样的一个性质 就如果可导的话 那它的这个导函数是存在的 那如果导函数还存在呢 那我们就有这个二阶导数 比如说呢 这个加速度 就是速度的速度 而速度呢 本来就是这个 位移时间方程的这个导数 对吧 那如果这个二阶导数还可导的话 那我们就会导致这个三阶导数 这样的话依此类推 那么N-1阶导数的导数呢 就是这个N阶导数 好 咱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高阶导数的定义 好 我们先看这个高阶导数的定义 那什么叫做这个高阶导数呢 就是首先呢 要可导 就是可导函数的定义 应用在这个导函数上面 比如说这个一阶导数存在 那么它还可导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到什么呢 二阶导数 是吧 那如果这个二阶导数的导数呢 我们就是三阶导数 所以这个呢 应该说是比较容易的事情 就二阶导数 它的导数就可以成三阶导数 Y3撇 那撇太多了 我们就不好写了 对不对 那我们就怎么办呢 我们就给它写成这样子 就是括号一个N 叫N阶导数 那它定义成什么呢 N-1阶导数的导数 所以呢 这个高阶导数 其实是一个统称的概念 也就是我们去递推就可以 递推 所以Y2撇呢 是这个F2撇 是吧 Y3撇呢 F3撇 那Y4撇 那就不好撇了 那我们就是括号4 就是F的这个4阶导 那N阶导呢 就写成这个样子 那实际上这是这个 呃 拉格朗日的记号 这个呢 归功于拉格朗日 但是呢 实际上啊 实际上呢 我们还有一套系统啊 这个是N阶导数的定义 就是 N-1阶导数的导数 这个呢 很漂亮啊 这个DDX 我们可以把它当作 一个求导的算子 这个呢 是这个莱布利茨的记号 就莱布利茨的记号呢 呃 一般的我们认为啊 它的记号是最为成熟的啊 或者说经过深思熟虑的啊 经过深思熟虑的 K 好 所以我们呢 建议大家把这个这样写啊 就N阶导数的N呢 这个N写了这个上头啊 这个N呢 写了这个下头啊 它的意义呢 就是N-1阶导数的导数 好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关于高阶导数 我们仅仅的写一个简单的注 啊 就是高阶导数如果存在的话 那低阶导数是肯定存在的 是吧 就是YN如果要是存在 是吧 就是在X0处 它的N阶导数存在 那我们马上就有什么呢 哎 它的N-1 是吧 得得得 是吧 它的这个 一阶导啊 往下走 是吧 这个YX0啊 这个东西 是吧 它均是存在的 而且 这个 N-1阶导数 还可导 是吧 还在什么呢 X等于X0处 可导 所以这个是N阶导数存在的话 那周围的N-1阶导函数 也是存在的 那 而且这个导函数呢 在这个X等于X0处呢 它仍然是可导的 也就是说 我们在题目里面 给了一个高阶导数的 这个 条件之后 那低阶导数的条件 自然是满足的啊 所以有很多学说 哎 我做题的时候 为什么感觉 这个条件不够用 那你实在是 对这个条件的解读 不够充分 这是观影高阶导数的定义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高阶导数的 一些具体的计算 比如说 这个反函数 怎么去求二阶导 它有这样的一个公式 就是 Y呢 是等于FX 是吧 那我们 如果是 可以反解出来的话 就是X呢 就会是F逆Y 我们前面知道 这个反函数的导数 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 原函数导数的倒数 是吧 DX比DY呢 就是这个F 这个X分之一 那 马上我们就可以得到 X呢 对Y的二阶导数 就是什么呢 注意这个 是吧 这个X呢 还是这个F逆Y 注意这个情况 是吧 所以我们需要去 先对什么呢 先对X求导数 然后再怎么样呢 乘以X对Y求导数 好 按照这个桑的导数公式 它是负的F 这个X的一撇的平方 这是一撇 sorry 这是一撇的平方 分之什么呢 F一撇再求导 就是F两撇 就是倒数的导数公式 然后呢 再把这个 反函数的导数公式 超过来 那最后的结果 就是 负的 是吧 F一撇的三次方 分之F两撇 好 这是这个 关于这个 反函数的 这个二阶导数的公式 那我们往往呢 总是把这个Y呢 写成F逆X 那这样XY呢 换了一个位置 那Y对X二阶导 就是把这个X呢 换成了Y 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尤其是这个 分母 是吧 是一个3 而不是2 很多同学呢 这个是 早年的一个真题 就是直接的 让你去求 反函数的二阶导 一个填空题 那很多人呢 就是写的一个 负的F两撇 平方分之 负的F一撇 平方分之F两撇 那这个地方是错的 实际上 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呢 少了一个复合 少了一个复合 好 这是关于这个 反函数的二阶导数公式 大家记住就好了 那然后呢 就是我们参数方程 是吧 参数方程的 这个二阶导数 那这个呢 数三可以不管 只有数一和数二 需要这个注意 那我们前面知道 参数式的导数公式 是这样的 是吧 DY比上DX 应该是什么 呃 分别求导 是吧 Pose一撇T 比上这个φ一撇T OK 就是这样的一个公式 那你注意到这个情况 是吧 我们求完导数之后呢 它仍然是一个参数式 啊 仍然为这个参数式 是吧 这个非常的关键啊 就是我们 很多同学 为什么求导老师出现问题 出现问题的主要的 呃 情况 就在于什么呢 就对你的这个函数关系的了解 不够充分 啊 有很多同学 DY比DX 再去对X求导的时候 直接就这个东西 对T求导 那个是不对的 啊 所以我们的二阶导数的计算 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应该是再来引用这个公式 DDT 是吧 然后菩萨一撇T 比上这个φ一撇T 啊 它的导数 再除以什么呢 DX比DT 这样才是正确的使用了参数方程的求导公式 好 然后呢 我们利用桑的导数公式 呃 经过一个化检就得到它 是吧 啊 这个呢 问题不大啊 所以主要的问题在于什么呢 你一定要明白啊 这个参数式求完导数之后 它仍然是得到一个参数式 求二阶导 那么接着再用这个呃 DY比DT 是吧 比上DX比DT 这样的一个公式 好 这是我们这个关于参数方程的二阶导数公式 就到这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求解这个高阶导数 它的通用表达式 怎么样去做 好 我们前面说了 你要是求二阶导 求三阶导 给一个具体的函数 我们问题都不大啊 只要你认认真真的 按照这个求导的法则去做 总是可以把它求出来 但是通用表达式 是一个什么意思 通用表达式 它需要的是一个什么呢 它需要的是一个 关于N的一个公式 对不对 是一个公式 也就是说 它要有规律性 它要有规律性 而实际上考研的题目 让你求高阶导数的 通用表达式的时候 它一定是有规律性的 好 这地方呢 我们给大家讲 两个方法 一个是这里的 这个归纳法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后面 要讲的这个公式法 这两个方法呢 不可偏废 一定要根据 这个题目的 它的特点来 就是 如果规律 特别明显的时候 规律特别明显的时候 我们就用这个归纳法 如果呢 这个是一些 常见的这些函数 它的这个 四的运算 加减乘 当然除呢 这个是相对比较麻烦的 就是加减乘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考虑用这个公式法 好 咱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归纳法 归纳法呢 就是 数学归纳法 这个方法来说 从理论上来说 它是颠覆不破的 或者说 它是一个非常符合逻辑的 但是问题就在于 它的规律性要极强 而且要是非常的明显 否则的话呢 就不好用了 否则呢 就会不好用了 那为什么不好用呢 你比如说 你求了这个二阶岛 三阶岛 你实在是观察不出 它的规律来 那你怎么可能去 做后面的那个 什么的归纳法去证明呢 对不对 你连它的这个规律 都没有这个 从表面上看出来的话 那我们是没法做的 没法做的 所以第一步呢 先求出一阶二阶三阶 等 是吧 倒数 这个要根据你的需要来 求出多少阶 让你能看出规律来 你就求到多少阶 OK 好 第二步呢 从中归纳出 是吧 它的这个表达式 这个我们给它一个评价 就是谈何容易 谈何容易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 对这个倒数的形状 有的时候求得千奇百怪 而且会非常非常的长 有一些函数的 这规律性 如果不是特别强的话 所以这个第二步呢 实际上是一个理论上的 除非呢 规律特别明显 我们才比较容易 归纳出 它的一个恩节表达式 那第三步 用数学归纳法 是吧 去证明 那这个当然是没问题的 N等于1 N等于2 你比如说前两个是对的 那然后我们假设N等于K的时候 是对的 然后再利用什么呢 然后再利用Y的N阶 K加1阶导数 是吧 我等于什么呀 Y的K阶导数 它再求导 是不是 利用它 我来利用这个贵纳假设 是吧 好 我们由于这个Y 我们假设这个K阶导数的公式 是对的 那然后我们再来求一次导数 然后看看是不是符合你 预先设想的这个规律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归纳法就成功了 对吧 那这个确实是非常非常强大的逻辑 但是实际上呢 做的时候 可能是这个第二步 相对比较困难一点 好 这是我们对这个归纳法的一个解释 一定要是规律性非常明显的 我们才用归纳法 好 那我们比较推荐的是公式法 所以我们这个一般的 在考研里面呢 大部分的情况下 他用归纳法的这个情况是比较少 大部分情况下呢 需要去用公式 把这个相应的一些结果记住 然后去推到 好 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加减的N阶导 等于这个N阶导相加减 那这个当然可以推广到有限个 也没有问题 是吧 三个函数 这个相加减的这个N阶导 也等于什么 N阶导相加减 对吧 这个一点问题没有 那有人说这公式有什么用呢 那或者说它的正确性是毫无疑问的 是吧 无庸置疑的 因为我们这个 求导的公式 乔导的方法 这个有这个线性规矩 是吧 所以相加减的 这个也没有问题 那它的这个作用在于什么 作用就在于 将什么呢 将一些复杂的函数 或者说 你认为不太好伺候 求导比较麻烦的函数 化为一些什么呢 化为 哎 某些意义求导的 是吧 函数的线性组合 然后来去处理 所以我们经常讲 你看一个公式的时候 一定要这么样去想 哎 我这个公式对我做题目 或者是对我思考问题 有什么样的帮助 你不能广广从正面上想 哎 这个 U加减V的N阶导 等于这个 U的N阶导 加减V的N阶导 这个很对啊 有什么用呢 嗯 没用过 那肯定是不行的 好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 莱布里茨的公式 这个莱布里茨的公式呢 跟牛顿 没有任何的关系 跟牛顿呢 没有任何关系 就是乘积的N阶导 等于U的N阶导 乘以V的N阶导 加上CN1 U的N-E阶导 V的E阶导 是吧 加CN2 V的N阶导 V的2阶导 一直这样这样子 U的这个导数的阶数 是降的 是吧 降阶 而V的呢 升阶 加起来是N阶 最后呢 做成了这个U的零阶导 V的N阶导 统一的公式 就是这样的一个求和 那这个总共是什么呢 总共是N加1项 是吧 那我们怎么去记 记 这个规定 这里面有一个规定 规定呢 这个零阶导 是函数本身 U的临阶导 是U V的临阶导 是V 为了形式上的好看 就数学上 好看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 我经常给大家讲 数学上 好看 或者说漂亮 也是一个标准 好 怎么去记呢 我们去类比 类比这个什么呢 类比 U加V的N次方 的展开式 是吧 展开式是这样的 U的N次方 V的零次方 对不对 加上CN1U的N减1 V的一阶 是吧 一次 然后一直加 加到什么呀 CNN减1U的一阶 是吧 一次 然后V的N减一次 最后呢 加上是吧 U的零次方 就是没有 是吧 乘以这个V的N次方 OK 那只不过这地方呢 怎么样呢 就次数变成了 阶数而已 咱们前面呢 这个讲了 高阶导数的 这个概念 以及各种 通用表达式的 这样的一个求法 那对于这个 高阶导数的 这个计算呢 我们这个可以用 这个数学贵大法 也可以用 这个公式法 当然公式法呢 需要结合我们 一些最基本的 这个函数的 通用表达式 我们这个 两个函数 相加减的N阶导 是吧 等于这个导数 N阶导相加减 那这个层级的 导数公式呢 我们就用 这个莱布利茨公式 那这个考研的话呢 一般都是 一些最基本的 这样的一些 初等函数 或者说有规律的 这样的一些函数 它的这个组合 或者说 它的成绩来求导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一般情况下 用公式法 就可以搞定